就是说其实佛陀一开始 是真的想把他们大乘善根 一直直接的启动起来 但是无奈大乘的功德法的射受 大乘的对治法的调伏 对这个神文的来说都不起作用 那我们看隐恶的用车欲 就是舍弃了大乘的法门 开始用三寸的方便 你以三寸欲看经文 那么经过了前面的两个思想以后 长者就想了 这个三界的五印已经为大火所烧 而且这个诸子对大火又不觉不知 这个时间紧迫 我及诸子若不 我跟诸子们如果不马上出离 必为所少 你看大乘的功德也好 大乘的对治法门也好 都不是一生一世的 那你经常在三界里面轮回 可能到最后就整个善根就破坏掉了 所以事不宜迟 我要想其他的方法 我要想一些方便 就舍弃了华严经的大乘的修学 而改用 禅正的方便教法 使令他们暂时先免离火灾之难 所以他们先离开这个地方 就是你说 大乘佛法修学 干嘛要离开生死 我应该生生自自的 在收入收博世界历练 你的观念是对的 但是你做不到 你为什么 你别忘了 现在叫做五卓二世 如果你生长在一个五卿的时代 如果你人寿是五万年 八万年 甚至于八万四千万 八万四千岁 你说没事 大乘佛法 本来就是 犹如莲花不灼水 亦如日夜不住空 离一切下 你还得及一切法 我们应该合乎中道 合乎中道 从五卓二世的角度 不适用 不是这个法不好 我们善根薄漏 烦恼出众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 离开它是最好的方法 佛陀先用车子 把他们先带走 而不是在里面历练 因为在里面的后果就是 我及诸子 必为所毁